强大公废流感疫苗 新北市中和区卫生所大排长龙 不过同样都得排队 到社区接种站可以少等一点 今天早上3点58分到这里 8点半就来等了 很幸运的有领导号码牌 我们今天有7点就有民众来这边排队 我们是9点才开始施打 人数可以说是很踊跃 110都在这附近 李明等待叫号接种流感疫苗 中和区闭合里在闭合宫举办社区接种服务 里长每年都向中和卫生所申请 与合约医疗院所配合 并自制号码牌发放 让李明究竟就能接种疫苗 我们每年都会跟卫生所申请 让李明究竟可以施打这个流感疫苗 那今年应该是疫情的关系 比往年更踊跃 虽然是很多人 但是我在这边还要呼吁 毕竟有足无法比 希望大家能够出来打这个流感疫苗 李明登记完资料 给医生检查后 拉开袖子 针头一注射 就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免费又离家境 生命旁边打针 无法比 提醒符合公费资格 还没接种的民众 把握时间接种疫苗 记者刘明轩中和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